万万没想到岳飞的长相竟和岳云鹏极其的相似 难道岳云鹏的祖上真是岳飞 过年期间电影满江红的热播 大家都在好奇历史上真实的岳飞究竟什么样子的 幸运的是我们如今可以看到岳飞的大致样貌 因为南宋时期有一个人将岳飞的样子画了下来 而这幅画也被国家宝物馆收藏保存至今 此画名叫中兴四将徒 是大名鼎鼎的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所画 画中所画的是南宋四位战功卓绝的将领 他们分别是岳飞 韩世忠 刘光氏以及张骏 画中四将这圆领袍府 有的带金子有的带斧头 他们脚穿长靴都是文官装束 四将各有一武官侍从 身着便装腰间外加一条彩绣汉腰 刘松年出生之时岳飞还活着 在成为宫廷画师之后 他的工作就是把皇帝分配给谁画肖像的工作做好就行 可见在画这幅画时 他对岳飞的长相也是审视了很久才下来 所以从此画中可以看到他不同于一般人物画像那样夸张 相反的是人物的样貌和神情都刻画得栩栩如胜 画像中的岳飞长着一张大方脸 脸部肉比较丰满 额头宽大 眉毛稀少 鼻头高而挺立 身材比较魁梧 但也有明显的将军 看起来比其他三人要胖许多 世人心中岳飞英雄的样子千姿百派很难提 但在看到这一幅最接近岳飞的画像时 不禁感叹这和岳云鹏的长相简直太像了吧